時間九點二十六分 我們持續來關心南投草屯 四死一傷的刑刑是血案 那麼現在最新的情形是 賴閩南董事長還在搶救當中 而嫌犯逃逸的影像在稍早也曝光了 最新的消息要連線記者張俊東 掌握最新的畫面剛剛稍早曝 但您重回南投草屯的生計公司命案現場 掌握最新的畫面曝光 這是在嫌犯昨天下午五點多 進到園區裡頭來犯案之後 隨即騎乘機車離開逃逸的一個過程 監視器畫面其實清楚地拍下 他的一個樣態 包括他有戴著帽子 另外還有蒙面的情況 騎乘摩托車離開之後 隨後就已經離開了 南投草屯這個地方 根據我們所掌握到一個最新進展 嫌犯其實第一時間來到生計公司的 外圍的農社這個地方 其實是透過步行的方式進來的 那麼隨後是騎乘了 園區員工的摩托車之後 那麼在這個主要廠房辦公室的這個地方 犯案之後呢 之後就騎乘摩托車離開現場 整個過程呢 似乎是因為有裝這個滅音器 也使得在槍擊的過程 周邊的鄰居都沒有聽到任何槍擊的聲響 那麼這起案件呢 目前的這個進展南投縣警局 成立的專案小組 主要針對這起案件來偵辦 也鎖定了嫌犯的身份 那麼昨天晚上呢 來進行圍捕的過程 是跨區道台中霧峰的 那麼嫌犯呢 其實跨區道南投台中霧峰 這個地方 他沒有地遠關係 他到這個地方是要去找朋友 要索討跑路費 拿了這個金額是三萬塊錢 那麼拿到錢之後呢 嫌犯是把他當時騎乘摩托車丟在路邊 隨後搭車離開 不過警方第一時間來進行 圍捕的時候呢 並沒有順利的把嫌犯逮捕到案 那麼根據瞭解 現在目前警方還在持續的瞭解當中 另外一個部分是在南投殯儀館的最新現場 稍後十一點鐘 也將會有檢察官到殯儀館來進行相驗 那麼剛剛稍早台中榮總在十點鐘左右 包括了台中榮總的副院長 另外還有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 都針對了唯一的倖存者 也就是七十多歲的賴閩南 這家生技公司的董事長 針對他的傷況來進行說明 那麼接下來這期案件 如果有最新進展 三例新聞將持續帶你回到現場 再繼續的掌握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給Pony直播